没想到 没想到 太舒服了 就来到了中亚历 简直太炫了 太炫了 他不生气 天哪 那我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 不来了 不来了 舞蹈飞 我来 今天我一定是能够走到最后的 你能够走到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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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看到了 是不是很好听 你可以唱完整首吗 他生气了 他生气了 太火了 全民都在在我 妈 在你俩 妈 我会走到最后的 给我加油吧 我不录了 没想到第一次出国 就来到了美丽的南美洲阿根廷 好 费太多了 现在场上的好人 可能只看过一个个人 嗯 哈哈哈 去神仙快跑 抓住他 快抓周深 抓周深 别让他乱 乱找 抓什么我不喜欢抓他 我可不抓他 你也是我们的人 现在快去找东西 不要不要 快去帮 你不想赢吗 小黄金快点 我想赢了 小黄金 你怎么赢啊 小黄金我们赢也是赢 我们赢也是赢 我要帮先生找一下 帮好人赢 好气啊 就我我要被喷死吧 我感觉 我们真的太傻了 太糊涂了 我现在很混乱 我这个心疼子欣欣老的天 还深深 还留在最后了 我没有能帮你的 虽然我们身在 曹盈欣欣在喊啊 不到最后不放弃了 很有可能 雨晴 我可以输 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 我可以输 但是我来放弃 可以输 但是我来放弃 我可以输 雨晴在哪儿 有雨晴吗 雨晴 好人另一种防止 被淘汰的方式是 在场地里寻找独生雨晴 在情况危急时 可能会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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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七个二 我只能找雨了 有雨晴吗 雨晴呢 好想哭 天哪 怎么这集会变成这个样子 全场只剩一个好人了 我已经完全尽力了 很像自己出道一直走过来的路 我觉得你今天有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我不想想 你 先生 我觉得你现在越有问题了 你现在问题越来越大了跟你讲 你真的不能这样 你真的有问题了 我先验一下这边有没有球 他要是好人 我们就是坏人了 真是 太糊涂了 所以现在想说的好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我可以输 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 你们给我加油好吗 加油 3 2 1 加油 加油 谢谢 现在12点了 我刚听到有人喊盛楼 刚好今天是我发第二张专辑的第一首课 所以12点了 好神奇 有人在听吗 想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听我的歌 这个时间点真的太神奇了 有人在听 天哪 有五万三千五百七十个人同事正在听 好 好 我刚刚听到你唱了 我刚听到你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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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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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歌 中间隔了七年 今天二专的第一首歌上线 然后现在外面的粉丝在唱大雨 救命 今天日子太特殊了 刚好是我第二张专辑第一首歌 感触有点多 救命 评论区看到很多人就说 看到周深就会相信 努力还是有一定有用的百分比 也许这次没有成功 那一次结束我们就打开另外一个开始 尤其我会输 但是我觉得不会放弃 深深 你找到了场上最后一枚玉佩 开场的时候说过 玉佩在关键的时候还有重要的作用 请你仔细看一下 现在场上只剩下你一个好人了 因为你找到了玉佩 所以需要做出最后一个选择 加入坏人阵营 与其他成员共同获胜 或者摔碎玉佩 让一切重新开始 这么开架的 全场只剩一个啊 好人了 很想我变得黑的 哈哈 壮人当的难 好人当的也这么难 这节类游戏就太难玩了 妈妈那么要对错 妈妈就这样 张浩哪年张浩 我零零 他跟你同岁 对啊 这呃 张浩跟我同岁 张浩比我小一个月 二十岁 三十岁 Ricky你是几年 Ricky 我零四的 我零四的 零四年 零四年的 我大学一年级 张真元你老了张真元 张真元 完了 零四年的 uncle 张 张真元叔叔 别提我了 uncle 张 这期叫张真元长大了 Ricky 今天你就负责所有的这个运动的部分 对吧 也好了 你你尽量多跑一跑 怪不得一副零四年的大长腿奔跑在我的前面 我以能跟他并排跑在一起而为荣 已经很不错了 你得伤人是个大气的 再过两年我们会不会把跑男录成一个亲子类节目 哈哈哈 爸爸去跑 爸爸跑起来 爸爸跟跑了 都跑了 爸爸 爸爸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以后在运动量只能指望嘉宾 奔跑吧 爷一吹哨先把棍扔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成功将箱子送给正确签收人的前三名 可以登上领奖台 并领取黄金奖品 名字越高 黄金越大 哎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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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是看图片提示 分析不出东西的那个我了 哈哈 哈哈 别忘了最终的任务啊 最终的任务是交给他吗 今天你们需要将各自的箱子 交到对应的收件人手中 让他完成签收 哎呦 打电话 1518269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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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快递要签收一下 有个快递要签收一下 对 是的 哦 哦 哦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还在车里 钢子哥 哎 哎 哎 啊 啊 啊 1518269 1518269 1518269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还在车里 钢子哥 哎 钢子哥 哎 啊 啊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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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好嘞好嘞好嘞 我们是接的 快快快 快 有钱 跑到哪里 有钱 还是不是钢子哥 你一定要钢子哥 钢子哥跑的比我们还快 送到哪里 收件人签名 这里啊 对 签完了 恭喜你们是今天第一个找到收件人并成功签收的队伍 钢子哥钢子哥来帮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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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谢谢 这是谁 哦哦有车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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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个事啊 我们不是第一吗 还有比我们更快的 喂 钢哥过来坐下 嗯 呀 冷个冷 冷个哪个 冷个冷个哪个呀 冷个冷个哪个呀 嗯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个事 物品签收单 郑凯盖收件人 收件人就是这大哥吧 哎 你好 这是您要的快递 这不是我呦 不是你 嗯 电话 您的快递到了 快递 对 你放在那个 菜鸟驿站 菜鸟驿站 来等一下你是莉莉吗 我是莉莉啊 你是莉莉 是 可是我以为快递 你是朱莉莉吗 是你吗 是 找着 找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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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选手 我为你们服务 谢谢 过来 过来 莉莉 莉莉 请签收你的快递 收件人签名 签名签名签名 前面的名次是能拿到脚光筋的 还是前面三位 前三 前三 前三啊 师傅 他们在我后边吗 师傅 他们开过它 开过它 你不要快 师傅 就是开过它 开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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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你要超过它们的时候 师傅 咱们就这一动点 干不通 对 超过它们 超 超 超 师傅 不能不能让它赶了 他怎么走那条路了 他怎么走那条路了 是吗 我们要比它快一点呀 真的假的 你前三 你干得啥 什么这 区咱都不知道 今天晚上这人必须要验货是吗 拼命什么 现在四个线索都在我脑子里 就不知道是什么 我都见了四条线索 民主好 民主区村社区好 你好摇我的台 哎呦 杨家庭 步行街 都会拉我看吗 茶馆 茶馆 我早就知道你们家了 这会儿帅 你这样子 啊 啊 啊 康天哪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看看哪儿 我们现在去成都 我现在 深度好睡眠 为奔跑加速 喜临门床垫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本节名由安慕熙 独家冠名 一口安慕熙 超多超火易生菌 本节名由 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虾磨片 赞助播出 奔跑不怕痒 擦一下 本节名由999皮炎瓶赞助播出 乌酥啤酒就是硬盒 本节名由乌酥啤酒赞助播出 上Z世界部落 参加奔跑吧探盘团 独家一人直拍等你解锁 好 到赛点了 李晨状态不太好啊 他拿了什么 是安慕熙异生菌酸奶 每包添加了10亿LGG活性异生菌 李晨好像恢复了活力 战斗力爆表 太强了 狙杀 冲下 冲向巴黎 冲向太空 冲向太空 和好喝更有意 一起安慕熙 完完 我们刚好第四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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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赛车赛车场地的感觉 哇 哈哈 出现出现 哇 哇 耶 耶 哎 哎 哎 相当我们我们冲剑的时候 这个跟我的认知有点偏差啊 还行那我们也是前三 哦 不是 忘记办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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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各自的箱子交到对应的收件人手中 OK 有了 那回去拿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收件人 没有 收件人联系电话打电话 快打快打 他们还不知道就是他们的司机 哎呀 这 哈哈哈哈 这匹地也不挤啊啊 正忙 站线 哎 跑起来厂长 跑起来 你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机会 正忙啊 后备箱打开一下师傅 哎 你好 哎 接了 喂 你好 我想给您送快递 你在哪啊 你在哪 我在停车处这里 停车处 完了 那是那两人错失第三 停车处在哪 停车处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机会 停车处 我们拧个大的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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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师傅也能跟我们走啊 先拿来 先拿来 停车处 是不是师傅也能跟我们走 停车处 在哪 是你吗 给 原来一天都是莫比乌斯环 先拿来 先拿来 来 来 你接着跑 来 接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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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你不是 你要找人 找谁啊 贴收人 在哪儿啊 贴收人 然后呢 然后呢 您下车跟我们走 走走走 走 对就是跟我们走 快快快 师傅 跑步 快走走 我建议你边打电话边回去找 回去找是吧 没了你们没机会了 您是我的胖胖 我给胖胖 胖叔你跑两步 你出来胖叔 这孩子真慌了 签上您的名字 上 你换不换范城上 你的在我这儿你要不要 不对 稍微暂时 环果 交接成功谢谢 你要不要 快点 快点 都没有 我师父 别死 都碎了碎了碎了 爱钱 快先说到这儿 这是写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写下你的名字 写下你的名字 证明 好 别去了哥 还得签字 还得他签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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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边请就坐 好的 还有哪一个队友 张正明 雨漆 最后 最初的起点 走 师傅拜拜 拜拜 快 你奔着西上 红色灵带的街 好的 不唱歌就是唱跳的基本功是吗 算是吧 来了 箱子给谁啊 上面有 你们的货运单 电话打电话 这不是报个的电话吗 我怎么感觉 他都是费了 这号码 等一下 不让他回来签收就可以了 签个字吧 报个也是不容易 就是我老婆跟我共享了所有的信息 然后你没有把最关键的信息共享给他 我们 他传他这个错误信息 不是 我们已经到了 走吧 好的 谢谢鲍哥 交给你了 老婆 你是最棒的 嫂子对不住 没事 反正就是我们掏钱也是你 太棒了 太厉害了 我知道你就想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 对不对 完了 要不是今天是你生日 今天晚上你还能出现在你的生日派对上吗 我觉得来不了了 我们两个当时猜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以为我们会是第一个 每一组都是这么想 我们也是这么想 太无语了 我质疑这期节目 我们一个人都没有 损失都撤了 我们就回来晚点呗 是不是真的等着半天 等着 慢点走 买单老板 你这还 还敢着急 我觉得这不像像保镖 来吧 这抽了多少线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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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语 真的假的 真的无语 哎呀我的天哪 都站到交通茶馆了 哈哈 交通茶馆都快走了 都快出 出重庆了都快 都出重庆了 人在哪啊 谁是接收的啊 打电话 啊啊啊啊啊 喂你好 喂你好哎你好 哎我们是给您送货的呀 放菜鸟货架上 喂 他不说话了呢 就是廖妹 廖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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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哎嘛廖妹啊 对 对啊 廖妹你 你你你你你从车里啊 一步一下 等你哦 好等你哦 好好好 哎呀妈呀 等你哦 你就说会不会玩 哎呀再一帮大傻子 哎呀 快 廖妹来了 先签收 这字写得好 毛子还有火花呢 虽然沙哥和雨琴是最后一名完成签收的队伍 但还是要恭喜你们经过一整天的努力 将物品交到了正确的收件人手中 他们是最努力的 我比试这期节目 差评 豆瓣零份 豆瓣零份 一定是最差 还行 那我们也是前三 前三 后市第三名 范晨晨 恭喜大家 你们今天都出色地完成了这场城市竞赛 并将物品交到了收件人手中 会玩 真棒 会玩 相信大家经过一天的竞赛 有人欢喜 有人愤怒 但是你们两位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是 我们只是把箱子放在后备箱而已 今天大家都收到了一些线索 最终都指向了大渡口区异渡路 999号的工业博物馆 然后收到的已渡那条路 其实是一个谐音梗 就是微信一路 已渡未回 写在一条路上 其实代表就是易渡路 所以跟那个背景 那个自行车道完全没有关系 是吗 那是一条路 对是易渡路 别递死我 别翻白眼翻嘴 你知道 豆瓣茶瓶 明明就给最后一个线索 就能找到所有东西 干嘛要牵上 好 绝了 我们分射了半天 背后那条路在哪 你只要画了个自行车 对 大就二就三就是999号 对 今天跟大家说过 如果集齐了四条线索 就一定可以找到最终的收件地址 不知道有没有成员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 发现了 那个照片翻过来 会拼成博物馆的博字 什么 拼的是字 给范城拼一下 让范城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用心 来 来展示 给程程看一看 这张图确实是我们分析过的 程程 VAT 你看 离老远看行 相信大家通过在出租车上的一天 深入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魔幻和美意 而我们今天所请到的重庆出租车雷锋车队 正是重庆人文之美的一个贴面 欢迎承招重庆雷锋地市 好高兴今天为您服务 你伤害了我 却一下而光 我可以展现您的意见 我希望了 大哥冲青城 五空宴混 逢都将变国归门 哈哈哈哈 就是这期节目 我都想上你家吃 腾个时间 记得哈 除此之外 今天为司机送达的物品 其实就是节目组提前为各位司机朋友 准备的一份礼物 很贴心 你们手中的奖品兑换券 就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 汤汤师傅 你的兑换券在这个里边 现在为我们司机朋友 来进行兑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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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张子哥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你看看吧 打开看看 打开吧 你自己打开吧 您的 您的名牌 这是你的名牌 我在呼了 专属于你的官方名牌 哇 红包 今天一天的包车费用 还有一个唱饮券 易生君酸奶唱饮券 我也要 我可以 赌口 不得 不得 对 我们泡泡说服特使的 看着那名牌 名牌 然后看到那唱一首 这个舒服 就爱喝这个 十一LTG 超活易生君 接下来 要进行的是 激动人心的颁奖仪式 激动 有请今天竞赛的前三名队伍 各自站上领奖牌 排名不同 可以获得不同大小的 黄金提醒 这么大一块 太大了吧 太大了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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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悬念 没有揭晓 那就是 谁将为今天的奖品 出资买单 赢了的也要出资吗 对 因为我们开了箱子 由于 李晨 孙谦 张真元 苗苗 凯哥 杰 白鹿 尔瑞鹏 沙哥和雨琪 你们无视节目组的提醒 提前打开了第一层箱子 你们将和今天竞赛的 最后一名一起 成为黄金奖品的 出资候选人 造孽啊 成员的奖品 都是由安慕希提供的 你们只需要最终支付 三位司机的黄金费用 共计6800元 感谢安慕希 安慕希 何干什么好喝 因为沙哥跟雨琪 是最后一名到达 所以他们组有两颗球 这样把这个机会 给没有打开箱子的人来抽 好的 你现在说 我们这一期豆瓣能拿多少分 五星好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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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档居然掌握在你们手里 就这个 就是身影 我有种感觉就是白鲁跟欧瑞鹏 我觉得是陈哥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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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她了 你开吧 独家冠名 一口安慕西 超多超活益生菌 本节由深度好睡眠 为奔跑加速的 喜临门床店特约播出 台铃长续航电动车 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 本节由大家都爱吃的 米多奇烤箱馍片 赞助播出 就它了 你开吧 生日快乐 祝昨天生日的真元 今天生日的采歌 明天生日的孙谦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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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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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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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还要结算 今天六辆出租车的包车费用 三千元 出租奔选人将从打开 第二层箱子当中的 凯哥 盖 李晨 孙谦 百路 尔瑞瞳 张真元 苗妙 当中产生 咱们呀 太过分了啊 那不是再开一个 因为你们再次无视 啊 这还写着不要打开 开 手真贱 手贱 把你抢人偷 借我车 就这个了 来 开 如果真的是我们 不会认 祝你生日 没有没有 李晨 孙谦 李晨 孙谦 没吗 祝你生日快乐 没吗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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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了 绝了 还有一个小时 祝你生日 来吧 一人三千四 来啦还负一千五 我 差评 差评差评 啊多半流分 多半一半 多半一半 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 是第一戏 第一戏 第一戏 戴不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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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信涛姐了 我们选的完全信任 唯一呢 涛姐没必要让我们输 看看我们从三楼到八十楼 这个区间我们的心情 会不会从八十楼掉到三楼 哇 哇 我们跨着电梯啊 涛姐好 哎 有没有把所有的东西放你呢 哈哈哈哈哈哈 电梯上清 欢迎大家 这到来 里头夹带了什么呀 说实话我们说穿 有点震惊 我们自己都震惊 所以我们就赌的是 姐跟哥的信任 赌的就是一份爱 快你说多少吧 你看 对 有啥 快说 咱们就说夹带都有 马上到八十了 我们是拿的五 五个螺蛇粉 没有 五个粉 我们只能抱一块 抱 只能抱五个木戏 五个木戏 只能抱 有没有四个粉 没有 没有 什么呢 有多少个粉 电梯到八十四十楼 看哪 我现在心跳加速 它就抱着四十楼 有多少个粉 我们没那么多 二十楼 没有 什么呢 有多少个粉 电梯到八十四十楼 看哪 我现在心跳加速 它就抱着四十楼 有多少个粉 有多少个粉 那涛姐跟哥 还想不想搏那个 倒数第二 你别管我俩了 我们要搏 就只能搏别人了 你看我们对你们俩 那你把我们这送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力 能力一样 差不多能力 那你们不给我们俩 进点笑 三万五万 借 绝对 三万五万不嫌少 那必须的 可是三万五万进完了 你还能得第一 得看凯哥那 看你们怎么跟凯哥 看凯哥那边 要不要他了 你要不要他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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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他俩 保他俩 不要 保他俩 天呐 不是吧 相信人 我们也说他这个感情 是吗 不是 本来 本来你爹 你笑了是吗 哈哈 你一直成爹 我瞎爹 我瞎爹 本来你瞎爹 说三万五万的象征一下 我说三万五万对咱没用 但对他俩说 三千都得有用 啊 天呐 哈哈哈 到了 电梯到达八十楼 行了 你了 走了 谢谢 我感谢 好可爱 我一定拿低 不拿低 我真的 加油 加油 大家也看着 谢谢 没上去吧 咱俩能不能把那个凯哥拿下来 天呐 我真的 太感谢了 我真的 我真的要想起人 人一人之间感情 人的真善美 等一下 我们俩头皮签认得太高了 哎呦 这耳鸭我天 我咋摊上这活了呢 哈哈哈哈 我们听下集 鼻子 我咋摊上这活上 我咋摊上这活上 这活上 我们能否登陛 我们就玩个高级的 怎么说 怎么说 方承承 咱们得自考一下人生 电梯上期 电梯报达四十楼 电梯报达五十楼 电梯报达五十楼 电梯报达七十楼 电梯报达八十楼 开箱子谈判已经结束 经理人选择了全部放行 现在请各组打开江子 展示底牌 我看看 可玩赖了 都到七十层才告诉我 他到七十八层才说 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咋问都不说 然后怎么问都不说 这是什么路子这是 里头夹带了什么 什么呀 几个啥 在哪儿的说话呀 你这处得说呀 你在这混时间的给我 是不是 好 三个月 三个月头 但是给你两万块钱 给我两万块钱 对 拿去吧 给我两万块钱 我估计应该是 我相信了咱们的判断 我相信了咱们的判断 它应该是保本的 它不会 已经保本的 对 它不会玩 两万都要 两万我们都要 一分没给的我们都没开 我们一分没给 我们是三个 三个六宝茶 就十万块钱 交个电梯费 物业费 那你能给多少 没有 一分都不给怎么能拿 这些 一分都不给他 太口温了 我觉得我已经人之一尽了 不知道进来俩铁公鸡 我们一分没给 一分没给的 一分没给的我们都没开 没开 我看一下他们的结果 他俩没撒谎 我厉不厉害 腾腾这个一定得开他 我来来来 现在开 现在开吧 来 你看 我都让你抱四个 你都放少了 四个 你骗他你只有一个老友粉 你生死在此里 只有这样 你才能逆风换牌 四个太假了 又没开三个老友粉 全程赔你二十几万 我还不开 你给十万 你给十万 你就走 对 你们一个箱子没开 对啊 我们一共就二十万 你要我们十万 五万行不行 不是我要不开你的里头 要夹带东西 你就赚了 我们没有东西 我们就撒茶 哎呀 五万 五万 行吗 可以 我们相信 你别五万 相信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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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俩眼睁了 我觉得你俩可能就是茶 我相信了 最后一哆嗦 判断失误 一开了就在第二了 没事 不重要 保住你们就行 真的 就是 最后 周深和雨琪 申报的是五件MC 你有五个MC 人家爆的是五个MC 没开有粉 不一定是真的MC 可能是五个老友粉呢 哈哈哈哈 他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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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真敢爆啊 五个老友粉呢 也许是 你是真敢爆啊 不是他敢爆 这边还真敢不开啊 这儿真敢爆 这儿真敢放啊 这就是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知道你开这个箱子 这这这这 都惊呆了你得 他把能拿的全带来了 基本上是搬家公司 他们是 真的 看看搬家公司 两个奶 五个MC 你是 你们是只有两个老友粉吗 三十二万 五个MC 你们为什么要放弃 这就是爱 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 糊里又糊涂 哈哈哈哈 说也说不清楚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从头到尾 人家对我们好 给了我们一万块钱 所以这一期教大家做人要是爱人 对啊 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人家给了我一万块钱 恭喜经理人第一笔订单成交 这是白露和范澄澄的一万块钱订单 这个是李承和杨清真的四万块钱订单 合作愉快 第一笔订单 又赚钱了 赚钱了 所以第一笔订单 另外两对临进账 没事 下一轮 合作愉快 这笔订单成交 真好 但现在四家都有钱 咱家是一分都没有 那他们比我们多一届 多一届 三组分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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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是只四个 这两个好好合作了 三组 是 可是与其 我们在跟唯一一组零块钱的组 在商量这个事 我们可以合伙翻身 加油 可是与其 我们属于二三四位 他们二三 我们四对吧 对 我们现在他们是一位 我们就不用管他们了 涛姐这个你要多票 你看着给 涛姐沙哥一万 一万我俩就高兴的 无可无可 很高兴了 有钱了 我们一定要记着这个恩情 那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回馈给人家 我的妈 决斗了 决斗了 一群人 我跟你说 算来算去 算了一天 精打继算 最后输给了爱 输给了善良和慷慨 没毛病 一点毛病都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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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到底算错了哪一步 算错了爱 我们老老实实的做生意 我们也没有骗人 我们还给了人两万块钱 千算万算错在哪一步 大家都想着拿第一 错在 错在你们拿第一拿了一天 我现在回酒店了 我能玩吧 领先了一天 心理接受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营收排行榜 哇4999 还一人生了凯哥已经 哈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最终的分奖金环节 能够参与最终环节的组别一共只有三组 而目前排行榜排名第一的组别将锁定其中的一个席位 而剩余的两个席位将在后续的第二到第五名当中产生 排名越靠前能够进入最终环节的概率就越高 所以凯哥依然是能够空 哈哈哈 CG CG 凯哥先 我把那个早上去老窝那票给你买好快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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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没到期 今天还能用一用 这个戏剧效果就拉满了拉满 我说了 好活动有意 一起安慕心 如果是这个排名可能就就没什么战术 对于我们这样就运气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命运是无法被击败的 干嘛 我就说 赵哥他们肯定要出点意外 没事 还有轮盘 感觉被涛姐上了一颗 好开节目 对 你懂我那个感觉 心很暖 是 我们要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对 觉得这还是有爱的 我从来没有过的提议 我看到涛姐我就莫名其妙一种 我也是莫名其妙就相信她 就很感动 你觉得很感动 涛姐说当我们说我们拿了五个东西的时候 她就知道我们是全部相信她 所以她就全部相信我 就这种有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但凡咱俩 比如拿了点 梁木希 放三个什么之类的 她就知道了 我们就是不信她 真的是感受到了真善美 谢谢涛姐 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李希 谢谢 沙哥也是 谢谢沙哥 其实沙哥一直都很善良 沙哥从什么时候为什么就是 什么都没做 然后大家就觉得沙哥是我的 通过今天玩游戏 我们一下就更加了解你 你是对自己要求极高的 极严格的 比较拼的人 但是你对别人 你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什么 我说的我还挺挺挺沙的 你是这样的 是吗 但是其实你是一个面上看上去 就是大家觉得 沙哥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但实际上你也是个很软很心软的人 而且你也很有智慧 其实你每猜他啥都猜对了 全中 其实跟我们这种人做朋友挺好的 我自己不咋地吧 我也愿意帮你把你给拖起来 说得好在贼高上 我们要不是建立了这样的信任 人家永生家都给你 就赌你会帮他一把 而且人俩孩子那么好 对你又有什么用呢 你拿了这些钱 不光伤了感情 没有意义啊 你还为啥不帮人家一把 真的 特别对 特别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自2004年起 这里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 我们走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也得过过场嘛 大阵仗啊 哇 投资失败了破场了 一点惊奇手都没有了 啊 欢迎我们今天的慈善家 刘涛大意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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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像的 哈哈哈哈 我们决定 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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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摇奖机 根据排名的不同 晋级到最终谈判的概率也不同 完全交给了命运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周深和宋雨琪 所以恭喜你们可以直接晋级到最终的谈判环节当中 恭喜 不想再看这个表了 可以 有没有那种可能 不太可能 机会从天而降 哈哈 哇 好像抽奖 没有期待就不会失望 我相信爱 来了 好了 哦 可以了 可以了 再看 应该是我们 是谁 我相信科学 我也相信科学 那你就得相信科学 我相信对吧 我相信概率 科学对了 好 恭喜 所以第二组进入终极谈判的是凯哥和张真元队 概率还是存在的 我们大喊 沙哥 浩姐 沙哥 浩姐 没办法 哎 等一下 要出个名字来 还是郑凯跟张真元 他们俩无所谓 哎呀 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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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还在吃咱呢 来吧来吧 相信 什么时候能轮得到我呀 这就是爱 好了 这就是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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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结果是天真姐 啥呀 真正啊 真正啊 嗯 啊 哈哈哈哈 恭喜你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哎 这就是 啊 啊 哎呦 你知道我俩为什么一早坐这样吗 等着这一瞬间 哎呀 十一与大两组你们在旁边盲听 哎呀 怎么回事 这不撒乱有点出师不利 我们这一项谈判叫做分奖金 会为你们三组提供六十万的奖金 通过你们的选择来决定最终这些奖金如何分配 通过我们选择决定 好 各组可以从评分还是独享 两个选择中任意选择一个 如果你们三组的选择都是评分 那么大家就是要评分这六十万的奖金 如果你们三组的选择都是独享 那么每一组都无法得到这笔奖金 如果一个独享两个评分 那么选择独享的队伍就可以单独获取全部的奖金 如果是一个评分两个独享 那么选择评分的这个队伍就可以自由的来分配这笔奖金 就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全分到我这也行 就是听那个少数的 对少数看 而这笔奖金的收入也会进入到你们最终的营收排行榜中 那分还作为作用是吧 前面那个还是有用的 跟你们前面的成绩累计 我们突然一下就感觉 来劲了 你们如果独吞六十万 你们就反超 独吞六十万肯定反超 那你们就赢了 一把吗 对 就一次 我相信你们会逆袭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整个选择过程中 你们三组彼此无法沟通 天啊 兄弟们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 还要测验一下这个 现在请所有人进入房间 这背胖背吗 我的妈呀 这难了这个 如何让自己的组成为敏锐的少数派 是最难说莫的部分 接下来你们三队就要面临的是三角混进 这就是选谁会选评分 对吧 只有一 他们应该会选评分 对 我们就都选他们两个小白兔 如果他们两个家都选了评分 我们还有一个独享 嗯 周深摁了一个独存 凯歌也摁了一个独存 我们摁了一个评分 而我们自己分配 你自己想这么做人的话 麻烦不要太长了 他们俩一定都是自己想的 他想哪走 他自己独存 那他俩独存 那他 他没想去独存 那我们就是平分 就是这是少数派 对啊 谁的分数少数谁 他们俩如果都想你 他们俩都会选评分 都会突然 就这样吗 对 对 我们没得选 我们只能选 大家都看到你们门前有两盏灯 如果选择的是独享 会亮红灯 如果选择的是评分 会亮蓝灯 究竟在最终的三角混进谈判当中 你们各位的选择是 深度好睡眠 为奔跑加速 喜临门床垫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本节目由安慕熙独家冠名 一口安慕熙超多超活益生菌 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 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 台灵长续航电动车 奔跑吧 官方指定电动车 大家都看到你们门前有两盏灯 如果选择的是独享 会亮红灯 如果选择的是评分 会亮蓝灯 究竟在最终的三角困境谈判当中 你们各位的选择是 好 还是有信的 因为我们设想的是我们选独享 他们选独享 他们选独享 然后选孙 让小白兔们选孙 最后相信两只小白兔 他们可以善良的对战人 虽然我们不想独吞 对 这笔奖劲 但是这笔最好的结果 对 因为我们选独吞 然后凯哥选独吞 周深拿独吞 我们这把完全是要 相信别人的人 对我们怎么样都是选这个 就算我们在输了 我也输了一些 你同意你 而且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在车上也说了 我们自己很受振 对 我们是独门 独门 好了 太哥开心了 所以接下来就请 雨淇和周深 选择评分的你们两位 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 拿多少 拿多少 对 商量一下好不好 我们商量一下就好了吗 我觉得三组对应是最好的结果 什么叫三组都 就三组都可以拿到小黄金 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得同分 对你要分配的很均匀 分得了这么均匀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能分 你算一下 他们多他们就可以多分给你们点 我们少 他们就可以多分给我们一点 然后你们少拿一点 对吧 三个人平衡了 那肯定就是这个结果 大家一起赢吗 咱们一起赢吗 咱们一起赢吗 不会在这儿框了我们俩 不会在这儿来个反转吧 这儿来个反转 不见得 毕竟我们要就是要 你就算总分加个六十 然后帮我们除以三 三队的分一样 三队就是我们要到七十八万的话 我们现在决定把我们手上的六十万 拿出四万五千零一给我们自己 给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给凯哥和真元 三十五万五千 三十五万五千 这太大了 再念一遍 三十五万五千 给露露姐 给露露和真相 别哭 别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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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妈 哎呦 不会是 孝黄超五十亿的男人 哈哈哈 哈哈 好笑啊 恭喜三组都获得了七十八万的收益 恭喜三位 耶 现在有请裁判为你们三位 送上由mc提供的黄金奖品 哇 谢谢 三队 有啥纪念品 这个可不小哦 这个不行 你看诚哥的表情 不行 这个又交到了一个感恩的心 小算盘 金感谢算 今天大家进行了一整天的商贸谈判 虽然在每一次的谈判过程当中 大家都距离必争 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血压都高 可是最后你们依然选择了合作共赢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给大家的 真的吗 这是你们想要表达的 怎么这么会总结呢 对 你怎么这么能偷我们的概念呢 干嘛相信我们吧 偷你们的福 我确实是从导演组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里都看到了 这还有更会总结的 一点都没有卷 大哥说的没错 其实每次选择都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 是 我觉得确实今天给我感触很深 你要说两句 凯哥说的是凯哥 首先做生意一定不能贪 想诚信 财富是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是 是吧 我们今天也是这么干的 还为死活要开 还不如我们稳定说 对 就直接俩稳 说好六万就六万 每样单品都六万 你要非坏规矩 那我们也没办法了 这个做生意啊 一定要坦诚相待 是吧 切记尔虞我诈 是吧 尔虞我诈的就大家心都很累 我觉得一定不能搞行业垄断 今天的总结 今天的经验 当然也不能恶性竞争 干嘛看着我说这些话 这些事好像你都干了 不是 因为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经历 对吧 是 最后我想说做人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做事先做人 今天一天 涛姐确实给我上了一天 哈哈 哈哈哈 感谢涛姐 感谢涛姐 涛天的财富就这么来了 我本以为逻辑战胜一切 最后没有想到爱是爱战胜了一切 大家得行业联盟价格要统一 是想保牛递 啊 啊 我觉得我跟雨琪 其实今天感触特别的深 对 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说 真的是有被震撼一下 就当时那一下就不发现 世界它其实就可以这么简单 然后又美好 然后所有人的感受都很好 就当人全副身心的 交给你信任的时候 你肯定也会全副身心的来收 得到这样照顾 我们就要学会去报恩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特别好的良性的生活 世界上的世界越来越美好 真的是这样 我挺感慨的 杀意都变好人了 其实今天真正被救赎的人是我 杀意你变了 白露刚才跟我说 说你减肥瘦那二十斤 是你的邪恶瘦吗 邪恶瘦 太习惯了 我想这样 未来你们还会经营他吗 我推理他 偿它是这样的 我们不在行 我们不在意 我们不在意 给你 好